桃園縣第十六屆中華文化經典會考 即愛心園優惠開幕典禮 典禮開始 奏約 我們恭請主席就位 來賓就位 我們恭請主席 主席我們叫基金會 我們代表常務理事董事 林峰時林董事 還有我們奧願讀金協會理事長 理事代表主席 我們邀請貴賓就位 來賓也請就位 主席就位 主席就位 還有請我們來賓依序 我們就位 全體請請 我們全體面向至聖先師聖位行三鞠躬禮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好主席請復位 首先我們要來恭請主席致辭 主席致辭我們要恭請我們這一次的承辦單位 導演如今推廣協會榮譽理事長 劉官良劉理事長代表大會致辭 那我們以這個掌聲來歡迎劉理事長 我們 我們 從德文教基金會的常務理事 我們林常務理事 以及我們 我們 校道推廣協會 校理事長 以及 我們 一貫道先知會的常務理事 以及我們 純頭文教基金會的 各位理事 以及呢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各位道親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呢 是我們 第16屆的小造園讀經會堂 首先 在這個地方 感謝我們 桃園縣政府 桃園市政府 以及桃園市議會 以及呢 我們從德文教基金會 以及我們一貫道 桃園市分會 的主辦 以及呢 我們桃園市的校道推廣協會 桃園市的 我們的教育協會的 承辦 更感謝我們一群 熱愛中華文化的 志工朋友 在你們的熱心的 策劃 推動 才能夠讓我們今天的 小造園讀經會堂 在西民國小 能夠順利 原本的取行 我們都知道 讀經是我們 中華文化的 中華文化的 脊椎 也是呢 古代 科舉 政府 用人的 唯一管道 因為自古忠誠 出孝子 君賢 賢成 取孝領 所以說 讀經 能夠讓我們的 心靈 能夠進化 那讀經呢 更能夠 讓我們的人格 道德 品格 能夠提升 讀經呢 更能夠讓 我們的師道的尊嚴 可以做到 重視 所以我們 推廣協會 這幾年來 那麼深受 我們的政府 以及呢 地方的 先達人士的重視 所以我們更應該 把我們 中華文化的讀經 能夠推廣到 我們的社區 以及呢 學校 讓我們中華文化 能夠呢 向下扎根 所以我們 足今 推廣協會的成立 有幾個宗旨 第一個宗旨呢 就是 想應 我們政府的 心靈改革 讓我們的中華文化 能夠呢 向下扎根 讓我們的下一代 在成長過程當中 有一個健全 人和品格的 一個教育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社會 只自動IQ 卻忽略了EQ跟MQ 也就是呢 只重視我們的 智商 以及呢 我們的專業 將來出社會 能夠呢 磨得好的工作 但是呢 卻缺少了EQ 就是情形管理 更缺少了MQ 就是道德勤障 所以我們藉著這個 讀金呢 讓我們的下一代 將來在成長當中 有一個好EQ 好MQ 那 所以我們 推廣讀金呢 第二個 就是 啟發兒童 無限的潛能 那麼 也讓我們的 讀金的 師資 能夠俱緒的 能夠傳承 我們都知道 發展心理協會 有統計 三歲到十三歲 是我們兒童 記憶的黃金時期 所以呢 我們 不讓我們的下一代 在 這個記憶黃金時期 讓他讀一些聖人的 這些典範的話 那麼他記什麼 他都記電視廣告 都是記爸爸媽媽吵架 那麼造成他的 將來的人格道德 一個觀念呢 沒有辦法 走向正確 那所以呢 我們藉著 讀金呢 能夠啟發兒童 無限的 一個潛能 那麼 而且讀金呢 也能夠鼓舞 我們社會的風氣 藉著讀金當中 讓我們的社會 能夠富而好歷 成為一個 修香門第的一個社會 所以我們時常說 和諧家庭 和諧社會 那麼 社會要和諧 家庭一定要和諧 那家庭要和諧 一定要做到家家有效 人人有禮 只要每一個家庭 能夠重視 我們所說的 孝替 家庭和諧 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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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自然就安和樂利 所以我們讀金的推廣 就是能夠讓社會 能夠和諧 家庭能夠和諧 進一步的 能夠使 整個世界 能夠達到大同理想 那麼讀金也能夠增加 親子之間的關係 藉著讀金 讓親子之間 更為能夠明確 所以今天我們明年一次的 讀金推廣 今天參會的 讀金的會考小朋友 大概有一千位左右 是比往年少了一點 我們往年大概都是有 一千八百多位 一千五百多位 那麼每年的地減 到現在只剩下一千位 那這有待我們大家 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來推廣 那藉著讀金 讓我們下一代 整個道德品格 能夠有所提升 那為了讓今天 我們的讀金活動 能夠圓滿 所以我們準備了很多的 讀金的團體表演 那我們也邀請了很多 我們的評鑑老師 包括我們的校長 包括我們的老師 我們建議給大家雙手 我們謝謝我們的 評鑑的校長老師 那 有請朋友呢 家長為了帶小朋友來參加會考 大家看到好像人數不多 其實我們人數很多 一千多人都在會考 因為家長帶著小朋友 都在參加會考 還沒有考完 所以沒辦法過來 你要考完之後 就很多了 那所以為了讓這些小朋友 以及呢 我們議會的各位來賓 能夠呢 在中餐呢 能夠品嘗 我們美味的一個素食餐點 所謂呢 素食就環保 這個環保就地球啊 所以素食能夠救地球 所以我們準備了二十幾格的素食攤位 也請我們各位呢 議會的貴賓呢 那我們節目關注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我們的素食的 那麼攤位呢 去做是方便的 消費消費的 那最後呢 這個預祝我們參會的各位小朋友 都能夠呢 考上呢 我們的小狀眼 那麼也 這邊祝福我們各位 貴賓 以及各位呢 長官 各位道歉 大家身體健康 是滿容易 好 謝謝大家 好 讓我們再次這位掌聲 來感謝我們 國軍協會 農業理事長 主辦理事長 為我們今天 大會支持 以及說明 接下來我們要 恭請我們主辦單位 我們崇德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林峰時林常務董事 代表支持 我們這位掌聲 來歡迎林常董事 謝謝 各位上級支導 各位 各位校長評審 以及我們道中的各位典團經理 以及我們來參與會考的各位家長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感謝上天慈悲 今天給我們一個 風和日麗的舉辦活動大好日子 感謝我們市政府上級指導 感謝我們道場的各位賢賢大的共襄盛舉 讓我們如今的會考得以順利進行 在早期十六屆之前的第一屆創位的時候 我們前李市長非常大力支持 使我們的經典會考來能夠順利的進行 那麼現在已經是第十六屆 這一切我們感謝我們的 從德文教基金會我們創會的韓勞道長 那麼今年剛好是從德文教基金會三十多年 那麼早在三十年前 大家為了推廣主家思想 為了造就我們今天這個傳統文化成績者 這樣的一個使命 所以大家致力於我們主家思想 生活化的教育推廣 那麼已經將近三十個年頭 在這三十個年頭當中 不管是這個小小天使 小天使 那麼青少年 高中同學 以及我們大專學生 乃至於社會人士到銀法族 都是我們從德文化教育基金會 那麼推廣主家思想 生活化的這個 推廣對象 那麼這當中 歷經我們這個內政部 教育部 給我們這個積極的考核評審當中 每一年都我們有非常的優越成績 可見呢 我們從德文化教育基金會 在這個方面 各位志工同仁 大家用心的推廣 得以很順利的進行 那麼讓我們這個國家 能夠更安康 這個百姓能夠更安寧 我們家庭生活能夠更美滿 尤其是我們韓老董事長 他致力於這個我們這個 家庭當中的六輪 這個軍 軍人成中 父慈子孝 兇有地公 忽義忽順 這個朋友當中有幸 更重要的 應當有地友的人 人人戶愛 那麼今天我們感覺到 世風附下 人心不補 道德人亡 也就是我們主家思想的推廣 還不是非常地作用 那麼我們藉著 這個在美美活動當中裡面 不外乎 應當把我們中華優良傳統文化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尤其是在我們家庭當中裡面 應當來 互助於實行 簡單的說 我們經營的一個家庭 是將來 將來社會安寧的一個先驅 沒有這個健康的家庭 沒有幸福的家庭 就沒有安定的社會 所以我們從德文化教育基金會 那麼一直在努力 自立在這方面的一個成就 那麼今天我們在這樣一個大好日子 我們桃園園讀經行為會 第六屆 第六次 那我們在新民國小這邊 來舉辦我們這個活動 那麼制服我們這個活動 能夠圓滿順利成功 各位這個家長 那麼祝福大家 幸福美滿 我們這次的這個 這個 如今應好 大家呢 都能夠金榜提名 順利達成 感謝大家 我們對今天的支持 那麼一切都在感謝當中 感謝大家 好那我們再次的對掌聲 來感謝我們從德文化基金會 林常務董事在百忙之中 某空前來為我們指導 我們謝謝林常務董事 接下來我們要恭請 我們豪園讀經推廣協會 創會理事長 呂明美 呂理事長 代表我們大會支持 我們恭請 呂理事長上台 來 每一對支持掌聲 來歡迎 呂理事長 來歡迎 呂理事長 我們的林常務董事 各位前嫌各位點傳師 各位在座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們的裁判校長老師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林常好 好 林常好 謝謝 祝福今天的活動 在大家支持之下 圓滿成功 祝福我們張理事長 謝謝 謝謝 我們張理事長 李理事長 為我們的一個勉勵 與祝福 接下來我們要恭請 我們最熱心公益的 我們桃園市議員 蘇翠林蘇議員 代表我們與會的貴賓 支持 我們這一掌聲 來歡迎蘇翠林蘇議員 讀金協會我們的張理事長 還有榮譽理事長 劉理事長 創會理事長 呂理事長 還有桃園 一貫道桃園之會的理事長 陳理事長 還有從德文教基金會的林常務董事 以及張理事長 還有在座的我們幾位評審 校長老師 以及所有來參加 我們讀金會考的所有 我們一貫道的前嫌大德 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所有的小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議員 蘇翠林 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也非常開心 能夠再一次的參加 我們讀金會考 剛剛聽到這個 林常董事報告說 今年已經是第16年了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一個活動能夠歷經16年始終如意 而且還能夠維持這麼高的參與率跟出席率 那就證明這個活動已經升值人心 那事實上呢 我們也覺得 在目前這個社會上 今天的讀金會考相對而言 是多麼的重要 因為我們就希望能夠透過讀金會考 從小朋友 小的時候 從每一個家庭裡面 都能夠來推動 推動什麼呢 推動一個建構一個社會裡頭 最重要的五輪的關係 所以看到我們這個讀金協會 還有從德文教基金會 我們一貫的總會 大家集合所有人的力量 辦這麼一場盛大的活動 這個辛苦跟這個需要安排的事情之多 也真的是難為各位 那這裡能夠跟各位一起 共同的來協助跟推動讀金會考 我覺得真的是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譽 以及非常好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所以今天在這裡 一來特別的感謝大家 讓我有參與的機會 二來也在這裡 祝福今天的讀金會考 能夠圓滿成功 三來希望這樣的一個會考 能夠真正的讓小朋友們 把最重要的五輪關係 能夠建構在自己的內心裡 深植以及內化在心裡 進而能夠發揚光大 能夠影響周遭所有的好朋友 在這裡特別的感謝 所有今天的工作人員 那麼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我是蘇翠玲 謝謝大家 好我們也祝福蘇翠玲 蘇議員能夠心想事成更上成功 我們再次感謝蘇議員 在本王之中的一個立會 和門指導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能夠一一邀請所有女會的 貴賓上台支持 僅代表大會 用介紹的方式 代表大會 十二萬分的一個歡迎 與敬意 首先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桃園校道推廣協會理事長 蕭師忠蕭理事長 我們跟大家喝一首 歡迎蕭理事長 謝謝蕭理事長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一貫到桃園市分會理事 黃昆馨黃理事 歡迎黃理事 好 謝謝黃理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從德文教基金會 我們常務理事 廖秀文廖理事 歡迎廖理事 好 我們從德文教基金會 常務理事 莊金湘莊理事 歡迎莊理事 好 接下來 從德文教基金會 理事 劉仲湘劉理事 歡迎劉理事 好 我們歡迎 從德文教基金會 理事 吳父親 吳李 eder 歡迎吳李 선 我們歡迎 從德文教基金會 就是 吳在清 吳李義 歡迎吳李斯 我們歡迎 從德文教基金會 李順農 李理事 歡迎李理事 我們歡迎 從德文教基金會 於是 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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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林女士 我們感謝所有女會的貴賓 來參與我們今天整個開幕的一個年齡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我們的女會貴賓來敲撞圓螺 我們請公子人存準備 首先是不是公請我們上級製造單位 我們中等文教基金會林常委董事 為我們敲響撞圓螺 我們公請林常委董事來敲撞圓螺 一敲撞圓螺 道脈相傳虎天下 再敲撞圓螺 孝勝法賢定乾坤 三敲撞圓螺 前途光明智慧高 好 我們謝謝林常委董事為我們敲響撞圓螺 接下來我們要 恭請我們這一次的成本單位 劉榮儀女士代表撞圓螺 我們恭請劉超董事 請劉榮儀女士 主持長 一敲撞圓螺 全人至少美名陽 再敲撞圓螺 獨今親近聖人至三敲撞圓螺 同城萬里賢成創 我們感謝獨今協會 劉儀理事長 劉儀理事長代表撞圓螺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也 恭喜我們創會的劉儀理事長 我們林明美 劉儀理事長為我們敲響撞圓螺 代表我們整個的一個開始 一個新傳 一敲撞圓螺 套學歷行智仁勇 再敲撞圓螺 成仙啟厚文化洋 三敲撞圓螺 前途光明動兩才 我們謝謝莊會理事長 林明美理事長 接下來我們恭請蘇翠林 十一元代表一位貴賓 來敲撞圓螺 我們一敲撞圓螺 我們一敲撞圓螺 純心養性性直高 再敲撞圓螺 學子極力重撞圓 三敲撞圓螺 博學制道先秋送 我們謝謝蘇翠林思議員 本名之中令會來給我們指導 接下來我們請孝道 協會理事長 蕭師忠蕭理事長代表敲撞圓螺 一敲撞圓螺 一敲撞圓螺 獨今玄道至淵國 再敲撞圓螺 連銷撞至放光明 三敲撞圓螺 富貴榮華萬萬年 好我們謝謝蕭撞 協會理事長蕭理事長 接下來我們要恭請 一敲撞圓螺 黃坤心黃理事代表我們 操辦單位一敲撞圓螺 一敲撞圓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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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運昌榮萬萬年 再敲撞圓螺 品學兼優做撞圓 三敲撞圓螺 紅塵萬鈴賢成創 好的我們非常感謝幾位貴賓 代表我們在開幕為我們敲響撞圓螺 代表我們今天的一個中華文化經典會考 既愛心圓會大會 能夠一個圓滿的一個開始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 來謝謝所有的儀會貴賓 好那我們現在請所有儀會貴賓 我們到樓下貴賓席就坐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是團體組的一個表演